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藝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非常的感謝也歡迎 全國的所有追求薪資的朋友 同時光臨 全民心攻略 目前全球在疫情的蔓延當中 促使了更多人關注了健康和養生 到底什麼運動 如何放鬆 用哪些飲食方法 對我們的健康有所幫助 目前全世界都在流行當中 根據研究調查顯示 凡事跟養生沾上邊的各行各業 每一年可以創造出 四萬億美元的產值 學會自我健康的照顧 也等於是打理了你的財富 所以健康就是今天生活的主流 更是我們的經濟命脈 今天是各門各派的 健康養生實踐家 歡迎大家 介紹第一位 冷笑話養生大師 小初 大家好 美國獨理學專家 趙明瀕 代謝心臟科權威 翁國昌 翁醫師 吳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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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重症醫學專科醫師 黃瑄 大家好 美生養生專家 翊凡 嗨 網路美食養生家 趙婷 嗨 大家好 好了 翊凡今天有新歌要分享了 對 我的新單曲 恭喜 他未知者 已經數位上架了 他未知者 這又是個什麼樣的歌曲啊 一首抒情歌 然後是在講感情之間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會 可能很沒有自信跟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會懷疑另外的一半 那有的時候這個未知者 有可能是你自己幻想出來的 然後也有可能是真的有這個小人 並沒有這麼一個人 對 翊凡的新歌 他未知者 希望大家 今天大部分都沒有來過 當然趙管理一定要聽一下 這個天籟般的丁吟 歡迎尚華 大家好 我是這名研修研 蔡尚華 養生之道 博大今生 但是知意行難 必須要落實才有效 也希望今天的專家們 都有機會可以搶回 我們的十萬大獎 而現在我們記出了兩道關卡 在資格在聯想題的部分 考試大家的知識 常識 關鍵字 重點必須要一字不插 才能夠晉級到九宮格攻略賽 每個人有自己的客製化 的九道題目 答對全部的話 十萬大獎 就在這個書牆裡 希望大家今天就有機會 解鎖Super Night囉 最後我們再把時間交給 他不但是專家 更是新宮隊的大當家的 曾館長 準備了 進行我們今天的資格賽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假古物 假古物 有什麼古物是假的 第二題是在看十秒 我知道 少廷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那個紅紅一顆一顆 小小的那個 你叫什麼 我也知道喔 不講話 黎麥 對 就是 就很多顏色 黎麥 對 我很肯定 所以黎麥是因為必頑四 才知道才紅的 紅頭半天天 因為他那個時候 在減重的時候 我記得他就是狂吃黎麥 然後他好像 不知道半年還多久的時間 甩掉二十幾公斤 黎麥 大家對面 恭喜他對 漂亮 少廷的九州國內賽 請就位 少廷同學 四星大學 廣電系廣播主畢業 對 所以這第一次來 五分鐘的答題 你看過這節目啊 我有看 五分鐘他非常的充裕 對 馬上就要看到你 我們這一集當集的大獎 只有你這搖滾劇可以看到全貌 來 請開門 好可愛喔 頭髮造型組 整個的一套 然後三萬大獎 在右上方 那個是時尚的空氣清淨機 然後五萬大獎 是一個時尚的音響組 然後十萬大獎 全智能靜音馬桶 好的 少廷同學請公布 第一個 美食應援家 當然主持過旅行應援團 對 留言終結者 你也主持過留言追追追 還因為這個節目 拿下了二少節目主持人 對啊 買房必糾紛 為了寵物 你還會換新房 都是為了他們 寵物物食區 你養了四隻狗 六隻貓 沒錯 蟑螂 餓味道 你非常怕蟑螂 對 火鍋最夯玩 你最喜歡吃火鍋 旅遊太有趣 每年都想去 現在剛好不能去 對 曾經一年還可以去個五次 對 誰最愛太貪睡 你 很會睡 我很會睡覺 從哪邊開始 用上 買房必糾紛 來 請處理 根據內政部統計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 台灣不動場 糾紛件數最多的情況 是中職為售貨 買賣契約 跟什麼狀況 A 施工瑕疵 B 房屋漏水問題 C 服務報酬爭議 都是啊 這三個都有可能要中職 中職 合約 我的答案是 A 施工瑕疵 請鎖定 為什麼絕對不是 因為我自己常常在看新聞的時候 比較常會看到的 就是那種買房子的人說 跟當初的土漲的不一樣啊 或者是什麼排水口 明明應該在廁所的 就有他去坐在主臥室啊 我有看過這類的報導 然後不然就是住進去的時候 才發現會漏水 或是水排不掉 這些應該都是施工 跟房屋漏水的問題 服務報酬的 我沒有在新聞上面看過 應該比例就沒那麼高 因為他有爭議的話 大概可能會造成人家的負面感受 對 為了要那個佣金 然後對不對 對付公堂 這個地方誰敢跟他合作 對啊 那個建商的形象 也會大受的 所以不是A 就是B 這兩個應該是 都發生比例會滿高的 房屋漏水應該是最妥通的 因為不好抓 但是因為 對 因為房屋漏水要住進去之後 一陣子才會知道 對啊 的確是A B 兩個在選 一定是A或B 第一題 拜託 難得來 先過這題 如果我生就會過 來 解笑 恭喜 漂亮 我過一題了 漂亮 來 我們第二題 蟑螂 既然討厭他 你一定會研究他的 我做過節目的實驗 我連續三天跟 就是破萬隻的蟑螂 共處一室 做實驗 解剖牠 然後吹牠的屁股 吹牠的屁股 對 因為 這是什麼遊戲 要破解留言 人家都說 會飛的蟑螂 是公的還是母的呢 所以我們就要把蟑螂的背 飛的有分公母 對啊 網路上都會說 會飛的一定是母蟑螂 然後所以我們就 因此要去破解 這樣蚊子會叮也是母的 對 就是要去了解 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所以我們選這一題嗎 可以 我選蟑螂 蚵味道 我是蟑螂博士 蟑螂 蚵味道 請助理 藏在蟑螂觸摸的地方 聞到噁心的蟑螂味 請問那種味道來自哪裡 A 廚餘的撫慰 B 陰暗角落的眉味 C 蟑螂的費洛蒙 我的答案是 C 蟑螂的費洛蒙 你鎖定 他的費洛蒙可不可以讓其他蟑螂 聞就好了 為什麼要讓人聞 蟑螂這題這麼簡單 害理 不好意思 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就是剛好你 剛好我做過實驗 我剛剛說的那個 你剛剛那個講的 我已經沒辦法 我也很怕得到 那個狀況跟症狀就是 你一進去打開門 你就會聞到這個蟑螂味 在整個空間裡面 可是看不到 看不到 然後你都不要動 你怎麼都有上萬隻呢 因為他都 那個是蟑螂老師 他全部都飼養在他的箱子裡面 他是在中山女中的一個老師 他非常有名 在那個空間 你只要不動 大家都不要出聲音 你就可以聽到 整個房間都是 都是蟑螂的聲音 經由這三天的錄影之後 我更怕了 沒有克服恐懼這種事情 真的沒有 我那三天結束之後 我走在路上 只要旁邊有黑黑的東西 我就會嚇到 太可怕了 冷靜 要吹他的屁股 好... 不要再吹... 吹屁股就是會有那個蟑螂 會飄出來 就是費洛蒙 而且那個是你看得到 那個液體的 很恐怖 真的 他有一種液體 對 會從他的屁股 屁股尾端噴出來 那是他在緊張逃難 感到害怕的時候 他會散發出來 真的啦 好 費洛蒙嗎 好 借酒 謝謝蟑螂 謝謝 你們知道費洛蒙嗎 好 我是說蟑螂味 有一些人應該避之為恐不及 有一些人怎麼聞都聞不太出來 因為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聞到所謂的蟑螂味 但其實蟑螂味還滿有意思的 因為它是蟑螂的費洛蒙 他們當找到食物的時候 就會散發出群聚費洛蒙 當他們發現危險的時候 也會有分散費洛蒙 同時在蟑螂死掉的時候 它的身上更會分泌出油酸 那到底這種費洛蒙是什麼 是存在在蟑螂的腸道裡頭的腸內菌 所以它才會有一個奇怪的油耗味 或有些人覺得是霉味 總之就是一種很可怕又很特殊 蟑螂獨特的味道 我有一次錄影 穿了個鞋子到錄影的地方的時候 我總覺得鞋子裡面夠不夠 我在想說我不會吧 真的 就是被我踩死在裡面 然後整個擠在鞋子的最前端 我連襪子帶鞋子我全部丟掉 我就為了那一隻蟑螂 我就把一雙鞋丟掉 卡機跟不滋耶 就是 你為什麼要加重我這個的陰影 我不小心敘述了一下 一萬在巷子口了 來 第三題 寵物 寵物物就是 寵物物食區 出一題來考考它 關係到一萬元 智慧新幣 請注意 C 拉布拉多 好可惡喔 可惡 這三個都是很愛吃的拳奏 我的答案是C 拉布拉多 請注意 你們好過分喔 這三個都是排行榜裡面 有名的貪吃 愛吃 只要有吃的都會吞進去的 再來可能就是像哈士奇 沒有上榜 但他也是很愛吃 那為什麼是拉布拉多 而不是黃金獵犬 主要我會先把米格魯刪掉 因為米格魯太賊了 米格魯他們通常可以當氣毒犬 就是因為他們要很愛吃 我曾經有救了一隻米格魯 然後有一個 他是在做訓練機場的那些 氣毒檢疫犬的 然後他就看到他很喜歡 想說可不可以領養他 然後讓他訓練之後 他就可以當機場的氣毒犬 很棒嘛 結果後來他被退貨了 然後退貨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不健康 不是因為他太皮 而是因為他不貪吃 要成為檢疫犬 或者是氣毒犬的一個要件事 他一定要很貪吃 所以他才會想要去 破解這個任務之後 獲得食物 獲得獎勵 難怪 我會做二十年的美食節目 對 就是要很貪吃 你要對食物有欲望 有熱情 對 看到食物會眼睛亮 這樣才可以符合資格 那小鐘你不適合啊 小鐘 我非常愛吃 他只是省 我只是省著吃 不要說出來 不要順著說出來 好 所以 所以不是米格魯 就是拉布拉多 因為拉布拉多 他也是氣毒犬 最主要的一個犬種 因為他就是很貪吃 務實了 毒物的狗 拉布拉多是最多的 請揭曉 各位請到一萬元智慧新幣 跟我們講解 我三題了 我三題了 好 要給大家看一下 中毒培養榜上面的 比較容易中毒的 前三名的狗狗 第一名就是拉布拉多 因為他體型大 食量也大 所以當然就很愛 都吃西食 亂吃到東西 就容易中毒了 而第二名呢 是米克斯 米克斯狗狗呢 好奇心很強 所以他什麼都想要試一下 那這個試的過程呢 就會中毒 那第三名呢 是黃金獵犬 因為通常體型大的狗狗啦 力氣也比較大 所以通常他也會比 小心犬更難控制一點 那我們常常會務實的東西 包括在垃圾桶裡面 有一些零食 巧克力 糖果 這些廢棄的東西 或包裝紙 或者是主人 有時候不小心吃藥 有這個藥物掉落在地上 狗狗看到了以後也會務實 所以主人一般在家裡面 放東西的時候 都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第四題 火鍋 火鍋最夯看來跟丸腳類有關 但我不常吃 處理 碗 根據實力調查 台灣人吃火鍋的時候 最喜歡吃哪一種丸子 A 花枝丸 B 香菇貢丸 C 手打丸子 有這種調查 有這種調查 兩分二十五秒 三萬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兩分二十秒 A或B A還是B 我剛剛是B A A 請鎖定 都吃火鍋 來 任務他答對的舉手 一個 兩個 起碼有兩個人支持你 另外是香菇貢丸的舉手 有兩個 也有兩個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純粹就是喜歡吃香菇貢 我去必定 對不起 我們不應該問他的意思 你今天已經第幾次了 還學不怪 因為手打丸子 一般都要比較高檔的 才會有抽檔 一般最常提供的還是香菇貢 真的比較高一點 平均來說 所以如果以量來講 我認為是香菇貢 成本考量加在比較普及 是吧 台灣人吃火鍋 最喜歡吃哪一種丸子 這三個都有人說 請介紹 正確答案是 香菇貢丸 好 在台灣 其實大家都很愛吃火鍋 而且有七成以上的人 吃火鍋都是為了要吃肉跟菜 但是丸腳類的市場 不容小覷 你知道嗎 一年在台灣火鍋料 丸子類 它的市值就高達 七八十億 當中第一名 就是香菇貢 賣的最好啦 大概有二十幾% 那麼另外在餃子類 魚餃 一整年吃掉三十億克 送什麼呢 要送給少廷的是 鹿港永樂酒店 豪華客房貴賓住宿券 這是位於 彰化鹿港小鎮的永樂酒店 它是全球奢華 直行庭酒店聯盟認證的飯店 特有的它行豪華客房 是指定率最熱門的房型 也是彰化旅遊住宿的最佳選擇 謝謝 在忙進行下一回合這個賽 第二輪资格賽 請看好第一個提示 尼迦千里不食什麼什麼 周明威答案是 應該是個食物 狗急答對沒有 太厲害了 太強了 就剛好就記得這句話 來 周明威 這句話 周明威同學 美國紐車西 羅卓士大學藥學院 毒理學博士班 對 研究毒這件事情是 在台大就有的習慣嗎 對 因為大一的時候 就親身經歷了食物中毒 吃了什麼 吃了過期的三明治 對 但是後來化驗出來 還是念化學的 化驗出來之後 是那個沙門式桿菌 所以蠻厲害的就是 當時什麼症狀 就成功的瘦身 上吐下瘦 上吐下瘦裡 上吐下瘦 然後就瘦了十幾公斤 快告訴我 那個三明治去哪裡買 不過那是脫水 所以後來吃回來的時候 大概又回了大概幾公斤吧 所以成功 還是減重了 準備看一下他的第二道題目 進公布 第一題 玩具少毒害 因為他是毒物專家 香料代謝法 擅長食品健康的相關問題 學生大小是 中原大學的副教授 就是你現在的工作 紐約古別名 因為住在紐澤西 一橋之格 對於波士頓還有紐約都很熟悉 代表顯特質 對手錶研究 尤其會在不同的場合 帶不同的錶 外送新鮮吃 常常叫外送 一週會有兩到三次的比例 特戰來源考 他喜歡戰爭書和軍事編 回訓符號王 回訓席最喜歡用表情符號 對 最快 來 替你 我先選 香料代謝法 所以你也會做菜 會 只是很難吃而已 謝謝 我沒有問題了 請出題 好題目 對 乍看好像都有幫助 哪一個對胰島素有幫助 有加強的效果 好 我的答案是C 肉桂 鎖定 胰島素是肉桂造成的 肉桂的幫助 應該 應該這麼說 我也是透過三去法 為什麼不是薑黃 因為它後面講的是血糖代謝 但是薑黃的話 就比如說我們結酒 對不對 喝酒然後幫助代謝 它是增加我們的血液循環 它不見得會幫助血糖代謝 而且特別是胰島素 結酒的不是紅薑黃嗎 對 因為它沒有講紅薑黃 對不對 它就是薑黃 那回香的話 看起來因為回香大概就是 我們平常做飯 或比如說水煮雞胸肉 然後加一點那種 回香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A跟B都不對 所以我就選C 肉桂可以加強胰島素的作用 幫助血糖代謝嗎 來 揭曉 好恐怖 好 要告訴大家 肉桂呢 是來自於肉桂的樹皮 把它捲起來乾燥之後製成的 那麼肉桂呢 裡頭有一種肉桂泉喔 它可以減緩呢 胃裡頭食物排空的速度 所以呢也可以控制這個 在使用東西之後的血糖 同時它也可以強化 胰島素的效果 可以讓它更加的放大 所以呢其實它是對於 糖尿病的患者 有部分的功效 但是不是說吃了肉桂 你就不用再去施打腰窩喔 其實還是要按時的去用藥 然後在飲食上 還是必須要控制的 同時肉桂只能微量的服用 因為呢如果你吃太多肉桂的話 裡頭呢有一種香豆素 它是會有一點點損害到 我們的肝臟 同時也會影響到 凝血功能 所以呢可以在咖啡上面撒一點 或者麵包上面撒一點 這樣的量就夠了 來 第二題 玩具少毒害 玩具少毒害 我們出個題 來 玩具的材質可能會對 兒童產生危害 根據專家舉出 下列哪一種塑膠玩具的材質 相對是比較安全的 A3號PVC B5號PP C7號PC 好 我的答案是 B5號PP 請說例 這都是不同的塑膠材質 PVC PP跟PC PVC不是保鮮膜嗎 對 它是保鮮膜 保鮮膜不是 它都可以跟食物接觸了 為什麼它不安全 但是PVC在製作的過程裡面 它會添加塑化劑 所以PVC是 這三種裡面是最不安全的 可是它都拿去做保鮮膜 所以最好就是跟食物 接觸的時候 或者是加熱的時候 把保鮮膜撕掉 就不要跟它一起加熱 這樣最好 那5號PP是什麼 PP就是我們平常就是 保鮮膜 不是 是那個去星巴克 或者是那個咖啡 買咖啡的時候 那個蓋子 就是5號 它是耐熱的 而且它可以直接 跟嘴巴做接觸 所以PP是比較安全的 那 對 PC是什麼 PC的話它就是 比如說一些 就是介於這種 它3號跟5號的中間 這種材質的 它比較不耐熱 PC 對 但是它不會有瘦化劑 OK 所以 你是在比賽的時候 我知道 你媒體都用講解的方式 好像出你家的情侶一樣 好 請揭曉 當然答對 用答對 一萬在巷子口了 知道明白嗎 我選學生大小事 謝謝助理 根據求職網調查 有一些大學生會安排暑假打工 多數人期望暑假兩個月 總共能賺多少錢 A四萬六 B五萬五 C六萬二 四萬五萬六萬 這怎麼分呢 打工耶 兩萬七千五 好 兩分二十五秒 我的答案是 好為難 好為難 對 兩分十五秒 想了一分鐘了 厲害 我的答案是 B 請所定 你在掙扎 你就不想選C對不對 對 照理說人應該越算越多太對 對 那個答案絕對不會是正確的 然後兩萬三那個 因為太標準了 你一直在跟我們鬥志的 對 所以我覺得答案應該是五點五 最大答對的舉手 黃醫師為什麼不舉 你怎麼知道我不舉 我其實我是正在思考說 應該是五萬五和六點二萬 應該根本就不符合 應該是我是老闆 然後我最多只給他們四點六萬 因為我是老闆 你是資方 對 所以一個月兩萬三 OK了 是 劉璟是大學生打工 是的 我覺得是 也是四萬六 我覺得最不可能是五萬五 因為兩個月除不盡 兩萬七千五啊 兩萬七千五啊 對不起 除不盡 你學校畢業了 不要講... 不要講 看一下 歐醫師 因為這個是學生的期待嘛 學生總是認為說 我至少要高於基本工資 對 所以基本工資兩萬二 那當然期望值跟資方 說不定有點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那如果說六萬二 除非是特殊行業 不然我覺得很困難 拿不動 超過三萬拿不動 所以我去 折中 折中 不忘了 關掉一萬元智慧行業 就是這一題 請介紹 多數期望 暑假兩個月 能賺 恭喜 漂亮 漂亮 這題漂亮 剛才傾向於資方的立場 然後打工 大概賺不了多少錢 是 要先說這個五萬五呢 是期望 不是現實 那有時候呢 當然大學生的期望 可能會眼高數低啦 所以呢大學生呢 他們就說他們平均願意 在整個暑假 每個月投入一百三十個小時 大概是兩百六十個小時 再打工 所以這樣算下來喔 平均時薪呢 是兩百一十一元 可是目前的基本工資呢 這個平均的薪資啊 大概呢 也才一百五左右 所以是遠遠超過了這個價格 要真的在兩個月的暑假 賺到五萬五 還是有一點難度的 恭喜你到一萬元智慧行幣 自圖再兩題就超越你的過去了 來 第四題 我要選特戰來源考 來 請出題 一般人真不知道 女性 全女性的特種作戰部隊 一般人還真不知道 你剛好喜歡軍事的 應該會有點了解 好 一分四十秒 我的答案是 B 挪威 最說的 怎麼會 這個 我也是三去法 因為全球首支嘛 因為大家都會知道說 有女兵的國家應該是以色列 可是我覺得應該 根據我研究過這邊的出題方式 我覺得應該不會這麼簡單 你到底都怎麼研究我 後來我選B或C這兩個 然後 B的話挪威它跟蘇聯 以前北約組織 它跟蘇聯比較接近 所以它就是 有很長一段時間是 就是 都是有這種軍事動員 或者是有這種制度 演習 對 然後 那英國又離這個 蘇聯稍微遠一點 所以我記得英國是 不是首支這個女性的 全女性的這個部隊 這是後來推測 所以我就猜B 是不是挪威 有整個的女性特種 做的部隊 請揭曉 厲害... 這兩題做得漂亮 好 提前好 一般人呢 比較會有印象的應該是 以色列有女大兵 因為有一個全球最著名的 曾經是以色列的女兵 最後是眼神力女超人裡頭的 蓋爾加朵 不過要告訴大家 其實呢 手支有女性的特種部隊的呢 其實就是在挪威 因為在挪威呢 男女都得當兵 那這個男生女生呢 如果要當兵的話 必須要是高中的體育精英分子 而且根據呢 他們這些兵種呢 到了阿富汗的實力作戰經驗 看得出來 女生的確在徒手的部分呢 表現的是略遜於男生 但是如果是槍枝射擊的準度 女生是比男生 表現得更加優秀的 來 第五題 紐約古別名 請 處理 紐約市最早被荷蘭人命名為 新阿姆斯特丹 請問在成為我們熟知的 紐約之前 他還被取過什麼名字 A New Apple B New Peach C New Orange 這應該 他叫新阿姆斯特丹 我們就不知道了 50秒 時間真的飛也似得在什麼 壓力大了 我的答案是 40秒 我猜 我的答案是C C 請鎖定 你又怎麼分析我們的題目處理 你是哪一個邏輯選C的 我覺得 很多人都分析 你一個被你刪掉 說New Apple嘛對不對 對 所以Apple應該不太可能 那Pitch的話 桃子 那Pitch的話 跟Apple長得有點像 所以應該也不是 因為Pitch跟Apple有點像 好厲害 然後我覺得Orange的話 因為在紐約有一些品牌 是跟Orange有關 這Banana有關吧 Banana 可是Banana這裡沒有對不對 如果有Banana 我就選Banana 所以我猜 對 橘子 請揭曉 厲害 太強了 太強了 這太扯了 好 其實紐約這個地方的地名 一直變來變去 因為在1624年的時候 本來是荷蘭人佔領了這個地方 把他取叫新阿姆斯特呆 沒想到過了40年之後 居然被英國給搶走了 那英國呢 就為了要紀念約克公爵 就把這個地方 改成叫做New York 這樣沒有想到後來 又被荷蘭人給奪回去 那荷蘭人非常開心嘛 智德一滿 所以又取了一個新的名字 把它叫做New Orange 但是後來英國人 又把紐約給佔領了 所以又改回身 叫做New York 可是呢 過沒幾年 美國就發生了獨立戰爭 美國人就開始有自主意識 想要獨立 所以就變成現在的美國了 三位在巷子口了 趙銘暉 好 我選 外送新鮮 請出題 外送最講求的就是 食物有新鮮 請問歷史上哪一個 炒帶曾經為了 要外送新鮮的食物 而修竹道路 A 唐朝 B 送朝 C 清朝 為了外送新鮮食物 而修竹 修竹道路 去哪兒找的 劉莫 好 我的答案是 剩下最後八秒 我的答案是 A 唐朝 好 請說你 快告訴你的邏輯是什麼 好 這一次一定有邏輯 因為唐朝喜歡 比較豐雲的人 所以他們很喜歡吃 所以為了要吃不擇手段 所以他修竹道路 沒有道理 我猜的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唐朝喜歡豐雲的人 所以愛吃 所以為了這個修道路 應該是這樣 關鍵性的這一題 因為剩五秒 你已經走不下去了 好 好 起 記一下 厲害 厲害 好 這是常常的 誰最愛吃 而且又有這個本事 讓人家為他修竹道 這個人就是楊貴妃 大家都知道楊貴妃愛吃荔枝 她可以日誕荔枝300顆 那這個荔枝呢 其實白雞就曾經寫過 荔枝一旦摘下來 一日則色變 二日則香變 三日未變 四五日則色香味俱去疑 所以這個荔枝啊 如果摘下來之後 不馬上送到黃宮裡頭去的話 那吃到的荔枝 就又黑又不好吃了 那但是呢 產荔枝的地方在廣東啊 可是呢 當時唐朝建都在長安耶 所以非常的遠 他們就為此修了條戰道 專門送荔枝 一天之內就可以送達 那個黃宮讓楊貴妃可以吃到 所以呢 動物也寫過一首詩嘛 一記紅塵妃子孝 無人之事荔枝來 說的就是餵吃修嚕的故事 所以她能夠日誕荔枝三百顆 你就知道楊貴妃有多上火了 每一次應該都在流鼻血的 太誇張了 好啦 你剩五秒鐘的時間 剩下的時間已經無法回答下一題 因為題目唸都唸不完 來 我們就送您 就是三萬元的智慧協助 好 我要送給周明威的是 OVO百寸 無礦電視K1智慧投影機 整合了超級件電視盒 高畫質投影機 高功率雙聲道音響 還有豐富的正版影音內容 可以滿足娛樂跟商務需求 減輕家人的眼睛負擔 輕巧不佔空間 自動對焦 語音搜尋等 多項的貼心設計 派好了這個重點 謝謝 好不好 希望你喜歡 好 接下來我們呢 下一回合的資格賽 第三年的資格賽 絕對是最後一輪 OK 加油了 各位 第一個提示 情感五秒 虛就死了 不會吧 虛一個虛 虛你就知道了 這是關鍵字的大集合 虛什麼或什麼虛 還沒有看到第二個交叉 辯證的情況下 你就按 答案 終於講個 因為今天我們是養生 對 養生 對 養生 對 養生沒有關係 腎答對沒有 好厲害 你看 虛完了再來歸 對 影響症有道 對 太可了 太長了 翁醫師這個賭得好啊 漂亮 敬禮他的節目 顧慮誰 謝謝 謝謝 請 東國昌一市 中山醫學大學 臨床醫學研究所 醫學博士 現在目前 繼續的 在中山醫學大學 坐益英才 接下來的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看我們節目也有一段時間了 感受一下 好 好 這是一趟非常舒服的震撼教育 請公布 他喜歡精油 他還種了澳洲茶樹100多顆 叫提煉茶樹精油 米其林特色菜 之前才吃了米其林的餐廳 享受過美食 千層酥皮湯 這在IG你分享過 是你自己親手做的 料理健康組 每個禮拜都會下廚 哇 第一題 深唐植物吧 因為過往我做了比較多的 糖藥病相關的一些部分 哪些族群特別容易有糖尿病 我們以先天的先撇除掉 後天的是如何造成的 糖尿病我們常講說 有遺傳 但是遺傳佔的比重實際上不高 最重要的部分還是 你的飲食生活習慣 飲食跟生活習慣的最大致命點 最不應該犯的行為 讓我們可以把它撇除掉 基本上剛剛講的添加糖 糖的添加 添加糖 再來 基本上就是不動 所以要讓自己保持 運動的習慣是好的 沒錯 要動 防身糖植物是什麼呢 切影助理 這幾個其實都滿困難的 好專業喔這個 或許很多人真的都沒聽過 再考你剛好 先選答案再解釋 我的答案是 B 五血液 請說定 五血液 陳黃果跟沙極果 通常怎麼用它 基本上這三個都是 跟代謝有關 跟血管有關 但是我認為如果 把題目focus在 所謂的抑制糖的吸收 那在糖的代謝部分 應該是五血液 因為五血液 事實上 五血液在台灣 事實上在全島很多都遍布有 台灣全島到處都有 它的蹤跡 因為一般本省人 有人說那個叫做高篩町 高篩町 對 我聽過 高篩町 這個這個葉子 在文獻裡面告訴我們說 它可以減少糖分的吸收 因為它裡面的部分結構 跟葡萄糖是很類似的 所以在腸道裡面 它可以去騙過我們腸道 抑制糖的吸收 這個是它的一個其中作用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重要的部分 在文獻裡面很重要 你如果吃過這個五血液呢 你吃糖以後 變得比較沒有糖 糖的感覺 變成一種苦澀 所以你就不愛吃糖 所以我相信它對糖 像我們吃戒鹽口香糖一樣 吃著吃著碰到煙 就覺得噁心 對 這個部分跟另外一個 我們叫神秘果 神秘果是吃到酸的 你會變甜的 但是吃了五血液 它會甜的變成苦澀 所以你就吃過這個 它就不愛吃 那另外一個少吸收 所以在保健裡面 這個部分呢 是被用來做這樣的一個食用 請揭曉了 送分了 他已經講得太清楚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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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在五血液裡面 它裡面有一種成分 叫做五血液酸 那這個五血液酸呢 它的結構就非常類似葡萄糖分子 那我們在如果有糖尿病的病友們 遇到糖尿病的情況的時候 當然就要控制你的糖分的攝取量囉 那如果你知道五血液之後 它有兩層功效 第一個就是讓糖感覺不這麼甜 不太會想吃 第二個就是它會附著在我們的味蕾 還有腸道的這些受體上面 就會控制葡萄糖比較不那麼容易被吸收進去 當然就可以有效地控制出你的血糖的含量 所以其實他們就發現 在臨床上面的研究 從一九九零年就發現了 當吃了這個五血液酸之後呢 就可以有效地降低糖尿病的四種指標 好 第二題 第二題我來選心臟病吧 我的專長 來期 出題 根據瑞典研究顯示 下列哪一個時段 是心臟併發的高峰期 A 聖誕節前 B 情人節當天 C 萬聖節晚上 三個節日 我的答案是 聖誕節前 A 請說定 用這個 完全就在騙你一個節日效果 事實上就是時間點 因為事實上 一般我們心臟病 在季節裡面 最容易耗發的時間 就是在冬天 天氣越冷 那心肌梗塞 主動脈玻璃的發生的機會 就越高 所以從這三個日期的分析來講 聖誕節是最接近 在天氣最冷的階段 而且聖誕節前 一般來講都會大吃 加上天氣冷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教書裡面 會寫一個 什麼時候心臟病發 畫一個圖 我們的教科書叫細巴 就會畫一個人 細巴那個圖 解剖圖 這個是我們教學生的一個 所謂的解剖的一個教科書 我是說我畫一個圖細巴 我那個 畫一個圖怎麼這麼小的細巴 CIBA是一個 我們醫學的一個教科書 常用的一個解剖圖 裡面告訴你說 天氣下大雪 從餐廳走出來 這個時候就容易心臟病發 吃了大餐嘛 天氣下的 吃大餐 天氣下的 吃大餐 天氣下的 對 沒有問題 來 請 聖誕 來 一萬在巷子口 好 我選種菜 你在資料上顯示 你種 你有一甲地啊 一甲地是幾坪 你知道 三千多坪 上面種了幾種菜 不一定 季節不一樣 種的菜不一樣 種菜小嘗試 出個題考了 來 白蘿蔔也會開花 請問白蘿蔔的花 通常是白色邊緣 帶什麼 顏色 白蘿蔔的邊 它的花邊 白蘿蔔的花 白色邊緣帶了什麼顏色 一分二十五秒 剛好沒中過白蘿蔔 有 有意思囉 答案 我的答案是A 帶黃色 鎖定 拍的 什麼花顏色是什麼 很難有一個邏輯的一個呈現 純猜測吧 純猜啊 就是AV在選 是 50 50 直接揭曉 白蘿蔔的花 是白色邊緣帶的顏色是 好 白蘿蔔的花 其實呢 它通常是在四五月的時候開花 然後先開花之後呢 五六月的時候 才會結果 那個果實就可以吃了 那其實我們一般吃到的這個 不是果啦 就是它真的可以拿出來吃 那其實白蘿蔔 我們吃的部位呢 是它的 它的筋呢 縮短的變得滿短的 那其實它的花是非常漂亮的 活到老了 好 馬來進行終極審法 好 很好 今天除了東西之外呢 每一個人都拿了獎品回家 對 獎品希望你們喜歡 對 好好 希望你們永生難忘 太棒 覺得太棒了 你兩下先來 兩下 哇 這麼重啊 對啊 我是跟你講說 它有這麼長 對 嚇壞 請拉 漂亮 太強了吧 再來 再來一點 這麼強啊 我拉 再來 放 非常好 可以 都被打到眼睛 都被多打一次 都被多打一次 最後一下 可以打在眼睛上嗎 我鼻子已經很扁了 我們在眼睛上 有 謝謝 基本上運動跟節制 就是兩位真正的醫師 吃飽吃好 鍛煉腦 陪著你身心情都健康的節目 就在這裡了 這段週五晚上九點鐘 記得按時鎖定 全民心攻略 拜拜 謝謝 謝謝